接下来大家再给你们介绍一点小东西 这点小东西是什么呢 我呀先从之前到现在 我给你们过渡一下 你就知道它为什么来了 然后呢你也先想想看 它到底有什么用 它为什么要升级出来 有吧 啪波利克 我给你们写一个 所有人都能认识的 终于能让你们能够感受爽一爽的人 爱的方法 我看了 行吧行吧 这里边我们还是写上一个叫做 印度吧 好吧 我来没别的哈 我就想算一个吧 A和B的加法运算 这个大家都会过 这样一看这个时候来劲了吧 困得也不困了 这样啊 这一天终于开始有个洞 真给力 印度上就等于爱的方法 给哥们一个四给我一个五 是不是就欧赖了家 然后呢我们再打一个河是吧 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大家 那如果有的哥们说 哎呀 老师这为啥这个 这怎么叫用呢这声 那 那你就不用再犹豫了 好吧 你的人生方向重新又确定好了 我想求三个数 老爸 对嘛 重个载不就完了吗 四个子 然后呢 你 然然然然然然 嗯 嗯 嗯 狗号六 萨姆一 一一 哎 这over了呀 哎我总觉得算值没什么进好 行吧 我想求五个呢 你想我这个问题吗 哎呀 我终于听到你在说啥 我想求五个呢 简单呀 两给他 两给他 三给他呀 这样他把家伙里五个呀 我干啥 我怎么说五来的呢 我为什么不说六呢 老师这俩就可以了呀 对吧哎 你要这么弄我也无语了 我呀 那有个人说老师重载吧 继续重载吧 对吧 我想求十二了呢 别再想这个了啊 都已经不搞笑了 大家这时候怎么办 我告诉你 看着啊 注意 我就这么给你过度过度 这一变完事就完了 就不再回头了啊 如果我想求多个整数的核 那就不用再废话了 你要再玩重载 重就一个 怎么办 对吧大家 不说了吗 数据多怎么办 存 存起来 老师 你不是要求核吗 印的上不得也聊有没有 核是不是都会想 对吧 那就弄了 哎 我这么一弄不行 一个弄 然后一个弄 然后怎么样 上不加等于什么东西啊 哎嘛 然后上不上 哦吗 哎 上面这注释掉大家 大家往下看 我真的如果有这么一个速度 这里边我随便装那么几个数 是要吗 哎呦 我当当当的是吧 看着啊 爱的方法给哥们一 A12我全保你加成核 呐 哎懂了意思吗 哎 然后上不等于我加了你上吧 我喜欢吗对吧 然后警察什么样啊 附老师我还想求数据核呢 弄吗 叫加吗 把他乱拔刀了 试试是吧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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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一弄 是不是都说出来 哎 相当好 对啊 试试吧 这别人了 多数来 我都搞得掉 哦 你不要跟我说这方 你没想到啊 太丢人了 请跟着大家 接着看啊 这有一个更有趣的事 这样写是不是有点麻烦呀 看着啊 有了一个新特性 那 还这么干不 不 我们有一个叫 Public Static Int NewAd 新的添加 我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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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吓起的哈 干嘛呢 Int 多数 不值啊 操作啊 不落 点点点 点点这啥意思吧 太给力了 点点啥意思 不落 哈哈哈 回答太干脆了呀 啊 向来低调点吧 对吧 嗯 点点点就代表着 不知道 不是 这不代表不知道 我知道你说是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这个代表的就是 省略 懂吧 后面有很多 懂意思吧 我帮你拉起小铃儿 后面省略好多好多事 知道知道吗 就这么个意思啊 省略了吗 好多的意思吧 好吧 那 那说老师呢 这到底是啥 这 你看着啊 我先我先反为一个零啊 就是让那个这个不要 别再抱去做提示啊 我呢 不想直接把答案告诉你们 你们呀 自己瞪大了你们的近视的双眼去看吧 好吧 牛一个爱的我调用一下 这里边我传啥呢 是吧 嗯 你发现我说不传说都没事啊 他真给力的方法 对吧 我答应一下 认识吗 认识吗 我跟你讲 他其实就是数族 听懂了吧 你看你看验证了 对吗 老师是这么想 对 先写法 先写法 那有什么区别呢 我跟你讲 这区别可猛了 那以前你是不是要先创建一个数组 再把数组传给方法呀 是的 看着 这个不用 看着啊 int sum等于 注意你看这个上边下边区别就知道了 那这里边怎么样啊 51473 看到了吗 跟那样啊 我直接就把数组中的元素 作为参数传进来 好吧 传完以后 我直接导演几结果 哎 还有吗 还有 印的 sum 1 就导演 我再拥一爱的 全然 我爱传多少传多少 看吧 什么4 不改4改2都可以 别搞上面下下 好一样似的是吧 然后你干嘛呢 我再给他导演一下 看到吗 咱们用一下啊 当然了我这也求和了是吧 把这功能复制过来了啊 这两句话我们先拿过来 这两句话我们先注释一下啊 行了 来我们这求和和试试 over 对吧大家 刚才50嘛 我把4变成2就是48了嘛 少两个 大家 这个和这个有什么区别告诉我 记住了 这个叫做接收一个数组 意味着你必须 而且是明确的数组类型 意味着你必须要在调用这个方法之前 是不是先把数组建立好 对 然后把数字传进来 是这个意思 而这个呢 是说我要接收很多 印的类型的参数 其实它也是数组 但是是一种简化型的数组 这个称之为可变参数啊 而你在调用那方法的时候 我说过这里边可以接收很多 印的 那意味着你可以往里边传递N多 印的类型的值 你爱传几个就传几个 你一个也不传也行 你没有发现吗 你什么都不传 它是不是也在往里边拗一个数组 对不对 是的 其实它就是将创建数组 以及将数组元素进行封装的动作 内部完成了 没办法 内部完成了 就说你啊 看什么 你不用再创建数组就传递了 直接把元素告诉我 我帮你创建数组 并帮你封装那个元素 哦 这动作变隐式的了 说白了 这功能叫做可变参数 它的出现有什么好处 这 函数的可变参数 函数的可变参数 叫什么样啊 好处是 好处是什么 啊 不 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数组 但是怎么样 但是 接收的是 数组中的什么 元素 那自动的 将什么 这些元素 封装成了什么 数组 简化了什么 简化了调用者的书写 明白了吧 你要这么弄的话 调用者根本就不是穿上数组 直接把元素 为丢 你全都把事给办完了 爽多了大家 那 这是为了简化用的 听不见了大家 但是它有局限性 是为什么呢 大家往这看 如果你写完以后 哎 你来个什么样啊 你来了一个这个 那就全费 费 就什么样的 INT 就费了 明白吧 因为它会一次性的 把前面这些数据 全封装在这前面数字里边 后面是没有数值啊 是的 可是大家没有想到 这发生了 这什么东西啊 一天 这啥玩儿 就没事了 看看 因为我把第一个数给A了吧 剩下的 是不是全是A2的 对的 大家 所以记住了 注意事项 叫什么呀 叫做 可变参数 没有 可变参数类型 必须定义在 参数列表的 结尾处 记住啊 只能有一个 不能有多个 有多个就出事了 只能有这一个 大家 而数组不是 数组是不是可以这么弄 对不对 这个是有区别的 大家 所以大家记住了 这个简化的东西 不说了吗 是不是都有局限性 对 都局限性 这就是可变参数 那会用了啊 大家哪有用到啊 还记得吗 对吧 你直接往这里边 传就 over the year了 大家 别再搞什么数据 直接把原则 被丢 这都被你封装了 多方便啊 可变参数 可变参数